各位觀眾 這一集期待已久 今天我們就要來開箱一下 Nike的AlphaFly 第三代 各位觀眾 期待已久這一集終於來了 我們這一集要開箱的就是我手邊這兩雙 一雙是我們自費購買 花了一萬三千元 一雙是由摩曼頓贊助播出的 所以我們待會就來帶大家看一下 也是我手上這雙Nike的AlphaFly 第三代 Proto配色 OK 我們打開盒子就看到這邊有一句話 這一句話寫的呢 欸 我英文還不錯 它是寫說 一雙鞋子最重要的三件事情呢 當然有輕量 還有舒適 最重要的是堅持到底 欸 因為我剛才有用翻譯啦 但沒關係 這邊還有一個小細節 我們看到這邊寫2023年9月12號 而且還是中文耶 我們來看一下製造地點 Made in China 跟二代其實是一樣 都是中國製作的 那其實剛剛除了鞋子的特色之外 它還有附贈一個鞋帶 這個鞋帶呢 是一個有點像卡其的灰色的 然後在後面這邊也是有寫上了這個 Nike Racing 但我覺得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其實三代的這個 AlphaFly 3 跟我上個月才入手 這雙 AlphaFly 2的這個鞋帶啊 材質差很多欸 AlphaFly 2是這個 全白的 後面是寫Air Zoom 但這個整體的材質啊 其實是比較厚的 而且如果仔細看 這邊會有一些那種網格的 看得到正方形的網格這種感覺 質感上比較好 然後整體其實是比較堅韌的 但必須說AlphaFly 3的這個袋子 是我覺得蠻一般的 就是感覺是很便宜形式 我完全會不會特別覺得 這個袋子是非常有質感的 它成本都放在鞋子上 好吧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會選二代 二代的袋子得分 好接下來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它在外觀的設計跟整體的概念上 跟上一代二代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 首先我們看到鞋面的部分 在上一代二代的這個編織的網眼設計 其實它就已經帶給大家還不錯的包覆感受 那在這一代的三代上面 它也推出了3.0的編織科技 那其實仔細看 它的細節上面的編法 跟上一代是有點不一樣的 它多了一層更細的這種網布 那實際我在穿著兩代的這個腳感 我會認為其實二代的包覆感受上 其實是比較緊迫 你會覺得鞋子整個被繃緊 那三代的腿部空間 其實是相對於上一代二代來講 還有一點點空間 我認為在體感上 如果這個10分是最緊 它可能有8.5到9分 這個可能大概7分到7.5 8分這樣 會稍微空間再來的大一些 所以編織層面上是有點改變 第二個部分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之前最多人詬病 也就是鞋子在穿脫上面 在AlphaFly一、二代 其實都沒有這麼好穿脫 那我個人認為在三代上面 穿脫感受上 其實是有比較好容易入腳的 但其實有一個特點帶大家來看一下 在竹根這個地方 它在竹根背的位置 可以看到其實二代的這個壓到底 這個高度其實是比較高的 代表它的包覆高度其實比較長的 那其實你看三代 它就稍微的再低一點 如果我們把兩代放在一起這樣看的話 我稍微把它拉高 因為它高度不一樣 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這一段的高度就比這一段再高一點 所以其實二代的包覆比較高 那三代其實是有稍微降低一點點 但其實我個人在跑的時候 不會有特別覺得 因為它的高度降低 然後在跑不動的過程 有那種不穩定的情況出現 那我覺得這個設計上 應該也算是在三代偷輕上 有一個很好的效果 因為其實這一代 跟上一代的跑鞋 兩雙鞋的鞋重 相差了單腳大約是25克左右的重量 所以其實輕量化是非常有感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所以它應該在一些可以減低 可以減少用料的這些地方 盡可能偷輕才可以達到這樣好的效果 下一個帶大家來看的是這個鞋帶加固的地方 在AlphaFly二代的時候 它其實是有一些塑膠的這種塑膠片加壓 讓它可以在包覆性上得到更好的穩固 但其實在有些比較可能腳背肉比較多 或是腳背比較高的跑者 就很常會有聽到反饋是說 其實跑久了或熱太緊的情況下 那個鞋帶存在感很高 而且跑起來可能會有不舒服的感覺 那在三代它其實有大幅的改善 如果把手伸運摸 其實摸不到那個鞋帶的感覺 因為它其實如果你近看的話 它是在鞋部的外側再多一層 所以其實你是想像這邊是第一層 你的貼合你腳的這個挖套鞋型 然後它是在外面多了一個這樣遮罩的狀態 把鞋帶穿在這邊 所以它不會直接跟你的腳背接觸 這樣的情況其實在熱到很緊的情況 也不會有那種腳背不舒服 一直有異物感 下一個帶大家來看到的是中底部分 其實在AlphaFly二代這樣按起來的中底感受 它其實是比較紮實的 沒有這麼直接按得下去的這種軟Q感 但其實在三代上面的感受 你可以其實仔細看我這樣按 整個按進來的 應該快說的比較明顯吧 它凹進去的程度其實比較看得出來 而且按起來是比較軟彈的 那整體的這個 按起來的密度就會有蠻大的差距 那講到中底也要講到 在二代這個氣墊 AirZoom的後面這個地方 它是中空有點像兩段式的情況 但你可以仔細看三代的腳底 其實它是把它連起來的 它等於是把原本中間鏡空的這一段 變成加了一個泡棉把它整個氣密起來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地方有點是假的 就雖然是橋型 看起來是沒有中段 但你仔細看我這邊一樣壓進去 它是整個愧縮進去的 不知道拍得拍得到 因為它其實在這個地方 它其實中間這邊是空的 你看我手指頭可以完全伸進去 它也不是紮實的把它整個填滿 所以它還是有留了一點鏤空的狀態 那至少跑起來 我覺得穩定度的感受上 其實跟上一代比 它是比較一體式的 上一代可能還真的會有一點點前後有點分開的感覺 但這個這樣連起來有點像斜橋的設計 它就讓它好像整個一體性是更好的提升 下一個我們來看氣墊的位置 這個AirZoom氣墊 如果你仔細看 我這個雙斜大概跑了30公里 其實捏起來真的是非常Q彈 你可以看到跑的時候 它的愧縮感應該很明顯吧 落地的時候會有那種 很明顯著地被彈出去的感覺 那你再放近一點仔細看 裡面有一些絲已經開花了耶 不知道這是不是正常狀態 如果大家有穿過二代或三代 原本應該是長這樣 有沒有 它的一絲一絲其實是比較乾淨的 但我的外側一定有點開花了 但我不確定是不是 我跑了一段時間後就有 會有這樣的情況 如果大家有穿過二代或三代 然後有開花的情況 也歡迎留言跟我講 因為其實我二代也有一點點 但我不確定 因為里程都還沒有超過100公里 下一個我們來看看外底的部分 其實在二代的大底 它前後都是有加個不同色塊的方式來呈現 而且它其實防磨的區域是很大一塊的 如果你真的不小心可能用到後跟或比較中足落地 它都可以帶給你其實有一定程度的防磨性 那三代我覺得有點備受考驗啦 因為其實這雙Nike或是前幾代的鞋子 它在耐磨性上其實都是比較讓人家看綠的 就可能跑個里程一兩百公里 就會開始出現比較明顯的磨耗 那它這一代可能為了偷情 所以它又把其實比較防磨的 就是這個fessor shot的區域啊 前掌大概還是有 但後掌只剩下這兩片白白的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來 所以其實如果你一程比較多的時候 我們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耐磨程度如何 但我這雙鞋大概跑30公里 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它的磨擦感受其實是滿明顯的 所以真的是跑一公里就好幾百 快不見耶 接下來我們看到鞋跟的位置 其實你看鞋跟二代的地方跟三代 它的高度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那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二代的這個切削往上的程度 其實是緩緩的往上 但三代其實是很激進的 是垂直的往上 所以它等於讓你 第一個落腳的位置啊 沒辦法太厚 太靠後太竹根之外 第二個是它為了省這個重量 把完全不必要的這些 中底材質都把它切掉了 那可以看到中底的位置啊 它這邊有個序號 它其實跟女款的鞋子的序號是不一樣的 男生是20820之四 女生的號碼好像是21200 後面什麼有點旺 但這個序號代表它已經測試到了很多代的版本 這是最後一代 最後決定初稿的序號 它內側的部分也有一個V62 代表這個鞋面啊 也是測試到了好幾代 最後訂稿是以V62這個序號 來完成最後這個成品 所以這雙Proto版本 是真的非常有在一開始設計的時候的 各種元素都還保留在上面 在開始開跑測試體感之前 還是要跟大家補充一下 大家其實看到我IG已經有REELS發布了 但如果你還沒追蹤 先把它追蹤起來 因為我們會搶現在IG發很多更新的資訊 那當時候其實就有很多人說到 這個地方是不是溢焦 不是那個溢焦 是真的溢焦了好不好 沒錯 這雙鞋花了我一萬三千元 加價把它買回來 它的定價是一萬零三百 那你可以仔細看 它的做工其實是蠻粗糙的 它的中底啊 在黏合處 其實還可以看得到這種 有膠水溢出來的顏色 你有看到嗎 不知道拍不拍得出來 其實膠水會有流出來的狀況 然後這個地方黑色的點 我已經嘗試用酒精 或用其他東西怎麼擦都擦不掉 裝起來穿兩次耶 30公里 這個二手市場賣應該只剩下8千了吧 重點是還沒有玩哦 你看另外一隻腳 這個內側的地方 我還沒有淋雨跑過 就是正常跑 這個黑色這個線也是不知道怎麼出現的 就一直有一條線 卡在這條內側 這邊應該也是它的黏合處的地方 所以其實整體來說 我覺得它的 整個中底的這個部分 它的異焦感受啊 或者是它整個 精緻度來講 是我覺得有點略差的啊 再來是蠻多其他人有看到分享 在Nike這個狗狗打印的位置啊 很多人會有一些裂痕 我的是還沒有掉到顏色 但是其實 踩沒幾次就可以看到 Zunex招牌的皺紋感已經出現了 我才踩兩次 另外一腳比較明顯 就會有點些微掉漆的這種感覺 但其實整體來說 必須要講 其實在AlphaFly二代啊 它已經出了好幾個配色嘛 所以它整體的外觀設計 或是一些細節上面 搭配一些漸層的噴漆 你可以明顯感受到 這雙鞋的完成度 還是比較高的 所以其實也蠻期待 在我手上這雙Porto 我印象中2月中 會有黃色的那個顏色 是可以大家搶購在官網上登記的 然後那個鞋款 應該也會在經銷商那邊 會大量出貨 所以理論上應該不會像這雙 還需要加價才買得到 所以如果真的有興趣 可能可以等到第二個顏色出的時候 然後來看一下 它的這些細節上面 有沒有相對於Porto 有更好的提升 不然要加錢買 或是定價要10300這樣的價格 我覺得買到這樣的品質 我個人其實是覺得 好啦我們開跑 來測試一下跑步起來的感覺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那其實這張鞋呢 我已經實際穿著超過30公里 然後在2代呢 也有穿著應該是10公里的慢跑的經驗 那很明顯感覺還是在剛剛講的 我在穿著的鞋的這種包覆性的感受上 3代其實是比較舒服的 2代會覺得整個被勒住的感覺 那頂主攻的這個問題 其實在3代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 它其實就沒有一直頂住的感覺 那其實在2代啊 它雖然是兩段前後的這種設計 但其實它跑起來的感受 不會到非常明顯的那種兩截式的感覺 當然在之前的TEMPO 它其實是比較明顯 那在這個α5是沒有這樣感覺 那在3代的這種 全部變成一個 有點像是斜橋 欸 等一下這邊可以塞進去耶 吃房錢就放這了啦 100塊可以塞在這裡 那其實在這樣的斜橋設計之後啊 整體跑起來的感受 可以會覺得落腳的一致性會更高一點 而且你會覺得 往下踩如果你是比較偏外設落腳 也會給你一個很好的支撐性 不會有那種感覺有點 力量斷掉的感覺 那整體跑起來的感受在速度比較快 可能我在跑4分到3分30 這種比較高速的配速的時候 你會感覺鞋子的那種輕快程度 跟主動往前滾動的這種慣性 會被帶的更明顯 但在平常慢跑大概5分數的這種狀態啊 也還是可以感覺到這雙鞋的這種推進感受 是溫溫徐徐的 不會那種 你跑5分數 他還要故意把你暴力推到不行的這種狀態 所以整體來講我覺得這雙鞋啊 他的感受上 他其實是有把他的那種適合的對象 我認為有稍微往下放一點 沒有那種暴力激進到不行 但我覺得這也是Nike家的一個特色啦 因為其實在Vaporfly 他也不會讓你完全那麼難駕馭 才會有這麼多跑者去買Vaporfly 2代或3代來使用 那一種AlphaFly我覺得整體的感受上 其實是有點相近的 他沒有到真的 可能讓你沒辦法駕馭 可是你可能用5分數 或是4分40左右的配速來跑他 沒有辦法完全發揮到他的效果 但如果你把配速越提越快 可能到4分整或3分45左右的配速 你會感覺鞋子主動 開始介入你的跑步的感覺越來越明顯 好像持續每一步落腳 都有人這樣揍你的腳跟幫你往前推 然後再往前滾動的過程 除了原本中底的Zoom X這種彈性之外 在前側前掌的位置這個氣墊 往前離開地板前 還有第二階段那種 有一種往前推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雙鞋的特色在 速度快的時候是比較有辦法展現的 他整體來說 我覺得他的腳感 如果你說以目前的 市面上的這種碳板跑鞋來說 他或許不是最暴力的一個設計 但我覺得他整體的這種設計的概念 包括中底還有氣墊的這種內容 其實在跑戒來講還是手虛一指的 目前沒有人像用這樣的方式來呈現跑鞋 那他也一直都是站穩跑戒龍頭 Nike老大哥 所以大部分的跑鞋還是以 他的這種模型來做一個參考 然後研發設計 當然目前其他跑鞋 我就已經大力追趕上了 那以這雙鞋的最後總結來說 他的包覆性我覺得1到10分來講 大概是7到7.5分 是算舒適類型的 但如果稍微寬眩的跑者 還是要稍微看一下 我自己是穿原尺寸 我的Vaporfly穿26 我中央也是穿26 那第二個是他的推進感受 他推進感受1到10分的話 我覺得大約只有7.5分 就是溫溫的 但如果你速度快的時候 他這個分數會往上拉的 但如果你跑5分數左右 他就給你大概7分的推力 但如果你跑4分數 前場這個感受就起來 可能有到8分到8.5分 那第三個是軟Q程度 中央鞋的腳感 整體還是比較偏軟Q的 如果1是最軟10是最硬的話 我覺得他大概如果在4分到3.5分左右 整體還是蠻Q軟的 而且是舒適性很高的 但我們還沒有機會 一次把他穿著跑2-30公里 好啦那最後還是要跟大家總結一下 這張鞋我覺得 大家不一定特別要去 直接入手這張鞋 第一個畢竟他價錢很高 第二個是他駕馭程度 或者是他的功能性上 或許不是對於大家都這麼有幫助 那大家可以再觀望一下 如果想關注更進一步的心得 也可以持續follow我的IG 那我會認為 如果大家對於這種跑鞋的需求啊 可能只是平常速度沒那麼快的話 不一定要選到碳板鞋才算你有幫助 我覺得他的中階鞋款有幾雙 其實是很棒的選擇 好啦 那如果大家想看更多這張鞋 什麼樣的體驗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是你的嘉然梁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如果覺得我影片做的真的很不錯的話 也歡迎大家給我們一個超級感謝 我是你的嘉然梁哲瑞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 回去供起來了 我要去擦鞋了 太髒了 我去擦鞋了 有點太髒了